前段时间 霍云东的原配妻子吕燕妮因病离世 令人意外的是 霍盛廷的前妻朱灵灵也在葬礼中献身 虽然两人已经离婚多年 但前仆仆吕燕妮带朱灵灵很好 于是也前来送她一程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朱灵灵曾是最美港姐 以霍正廷离婚之后再嫁豪门 这样一个充满怨念的人 却对自己的儿媳妇郭晶晶赞不绝口 宠爱有加 我们印象中的郭晶晶总是素面朝天的 清秀又脱俗 温柔又亲切 整个人散发出随和的气息 颇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可真正的郭晶晶并不是这样 她偏执倔强又心狠 不达目的不罢休 那她究竟有何谋利 成为千亿儿媳之一 被霍旗刚宠城堡呢 霍正廷曾这样评价过郭晶晶 人好归人好 就是心态狠 很难想象表面柔和的郭晶晶 骨子里满是倔强 心更是狠得令人引力发酸 一切还得从1981年说起 彼时 郭晶晶降生于 河北宝殿的一户普通家庭中 和大多数人一样 郭晶晶的家庭背景十分简单 父亲在铁路工作 母亲曾是月凯胶片厂的工人 郭晶晶最初去学跳水 纯是因为小时候的她挑食 小病小痛三天两头来一次 秉着强健身体 郭晶晶却爱上了这项运动 然而 郭晶晶的膝盖骨有些外突 跳水又极其注重空中姿势 这对当时的她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没想到的是 郭晶晶果断坚决地继续跳水 强行压腿 从小的她就流露出一股子的狠劲 腿一伸 腰一挺 每向下一次 筋斗在猛烈地颤抖 膝盖更是酸涩不已 旁观的人看着这一幕 心都是一颤一颤的 但额头冒出白汗 眼底竟是心红的郭晶晶 深深挨住了整整一个童年 成年累月的训练 造就了郭晶晶 1993年 郭晶晶被国家队看中 成为了其中一员 那年她12岁 走上这条路 就意味着她没有退路 有人曾说 福明侠是天才型运动员 而郭晶晶就是努力型运动员 每天早上5点起床 晚上8点结束 一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训练 丝毫不肯放松自己 直到2000年 在郭晶晶最有可能夺进的那一年 福明侠惊点一跳 反超了她 那一下 直接激起她这些年里 心里的酸楚 跑去国际区的河边 哭了一夜 第二天的郭晶晶 待人大方 丝毫看不出哭泣的痕迹 之后的郭晶晶 似乎对自己更狠了一些 她提高了训练强度 憋着那口气 每天都用训练 把体力榨干 致死方休 越是不如意 郭晶晶就越是用力反弹 拨一个未来 2004年雅典奥运会 郭晶晶从上台到跳水 一气呵成 连货两枚金牌 自此 郭晶晶就成为了跳水界的一姐 成就了一个郭晶晶时代 不仅如此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万众瞩目的郭晶晶 站在跳水板上 她轻盈的一潭 在空中完美地旋转了180度 干净利落地入了水 看得人赏心悦目 彼时 鲜花雨掌声接宠而来 给予郭晶晶最大的敬意 那年 她27岁 成为了万人信念的跳水女王 殊不知 奥运会前夕 郭晶晶的视网膜险些脱落 她睁着她那失误不清的眼睛 逆落地跳了下去 哪怕她的眼睛从此看不清 也没有片刻犹豫 只享受那一瞬那一秒 郭晶晶好像一贯如此的与众不同 哪怕遍体鳞伤 也会为了自己毕生追求的 果断又干脆地抛下所有 我们总认为 郭晶晶是温柔可人的 其实不然 只是她遇到了 将她捧为公主的霍启刚 给足了她安全感 那个不为人知的郭晶晶 其实留在了2014年 据说 郭晶晶和田亮有过一段 不过两人之间 并不承认拥有过恋情 1993年 两人同时进入了国家跳水队 作为国家队的种子选手 他们时常会遇到挫折 心里泄气 于是两人并互相安慰 互相激励 久而久之也就熟了 两人经常一起出入 同况也是语见不鲜 顺其自然也就在一起了 当年 他们一个是跳水王子 一个是跳水女王 被称作亮晶晶组合 是圈子里有名的金童玉女 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 喝他们俩的喜酒的时候 他们却分道扬镳了 那十年 是一个女人最向往 最纯真的岁月 不得不说 郭晶晶骨子里 是刚烈倔强的传统女性 眼里柔不得杀子 一旦这个人没有把我放在心里 那就釜底抽心 及时止损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这样俐落的郭晶晶 无疑是与众不同的 不同于常人角柔造作 只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在爱情的博弈中 郭晶晶需要的 仅仅是一个真心待他的人而已 恰好 那时候霍奇刚出现了 2014年 雅典奥运会上 郭晶晶便如那出水芙蓉一般 清新艳丽 令无数人清新 霍奇刚也是台下的一个小谜底 奥运会结束之后 郭晶晶受邀来到了台湾 一场晚宴中 霍奇刚忐忑地去找女神 郭晶晶要合影 郭晶晶欣然同意了 只是没过多久 霍奇刚又来求合影了 这时的大男孩 羞丝地挠了挠头 刚刚拿的是别人的相机 我怕拿不到照片 能再拍一次吗 郭晶晶当时便觉得 这个人挺有意思 点头同意了 到底是萍水相逢 郭晶晶也没有把这事 放在心上 可第二天又碰到了霍奇刚 彼时 郭晶晶准备去往澳门 他拎着行李等船只的时候 霍奇刚这个人冒了出来 我帮你拿行李吧 被吓到的郭晶晶转头一看 是昨天球合影的那个大男孩 鬼使神差的 他答应了 霍奇刚也趁机搭话 谈吐不凡的他 也给郭晶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拿到手机号后 霍奇刚时常带着着目光 傻笑着 自此 霍奇刚便开始了他的慢慢追气路 为了和郭晶晶更好的聊天 霍奇刚恶补拼音 学习普通话 那时候 郭晶晶还是运动员 每天训练的脚步沾地 时不时还到处飞 霍奇刚只能背着摄像机 默默追随着郭晶晶的身影 终于 郭晶晶看到了霍奇刚的真心实意 感动于他的热情 和他约法三章 第一不能占用我的训练时间 第二不能到训练场地来看我 第三不能在退役之前结婚 霍奇刚一听 连忙点头 高兴的像个孩子 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饱受非议 好多人骂郭晶晶物质女 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们 但那时 郭晶晶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对于霍奇刚这样的豪门娇子 你有什么想法 而郭晶晶丝毫不促 微笑着说豪门有很多 但是世界冠军只有一个 这样的回答震惊的众人 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这么霸气的话 会出自何须待人的郭晶晶口中 时间也堵住了众人的嘴 他们熬过了青年这样 2011年 郭晶晶宣布正式退役 郭晶晶时代就此羡慕 主人公就此离场 本以为郭晶晶离开后就会嫁入豪门 结果却出人意料 郭晶晶独自一个人去英国留学去了 结果这个他好久没有关注的时代 我想去学习 因为当了一个运动员 会失去很多东西 除了专业 好像其他都不太懂 我想把他一点一点捡回来 一个曾占于世界顶峰的女人 她胸中有沟壑 眼中有中国的万里河山 这样一个清醒独立 与众不同的人 做出的决定 总是出人意料的 毕竟郭晶晶一直都很明白 他想要的是什么 2012年 霍启刚和郭晶晶 在香港举行他们的世纪婚礼 时间长到八个小时 耗资超3000万港币 宾客多达1800人 何无声 陈龙等知名人物接到了场 甚至连香港的三任特首都来了 霍启刚的父亲 霍振廷 在婚礼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谢谢晶晶下嫁到我们霍家 这是我们的福气 港媒们纷纷又下嫁一词 来形容这场婚礼 这些无不彰显着霍启刚 对郭晶晶浓烈的爱意 宣告于全世界 2013年 郭晶晶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候的霍启刚 每天上班前 都要亲自给郭晶晶泡好汤 养身体 有应酬的时候 哪怕中午只有一个小时 霍启刚也要跑回家中 看看老婆和孩子 从来没喊过一句泪 前些年 郭晶晶被邀请参加综艺 急速前进 霍启刚生怕节目组 给他老婆安排男性搭档 就自己上了 一开口 郭晶晶自我介绍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 郭晶晶 霍启刚这时才立马展现笑颜 跟着说了一句 我是郭晶晶的老公 霍启刚 满屏幕里 都好像冒出了小粉泡 无意中秀了不恩爱 去年 郭晶晶已经诞下了第三胎 是个女儿 如今 他们一家五口 幸福又快乐 平凡且有烟火气 郭晶晶被公认 是豪门太太中的一股清流 她并不在意豪门的噱头 也不参与豪门的争斗 把人人羡慕的豪门生活 过得平凡化 有滋有味 他们会一起逛超市 买米买菜 有时候东西多了 就大包小包的扛 丝毫没有什么包袱 甚至给孩子买的衣服 都是地毯货 二十块一件 鞋子两百块一双 有一次 郭晶晶陪霍启刚出席活动 穿的是五年前的衣服 拎着的包只有三百块 头上戴的是满大街的三元发圈 上了热搜 面对网友们的谈论 郭晶晶疑惑 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而郭晶晶也曾表示 他最喜欢郭晶晶朴实无华 从此 低调淳朴节约 就成为了郭晶晶的一个代名词 但郭晶晶从来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的那样 他虽然低调 却也不丢份 不张扬 且有分寸 今年的疫情 郭晶晶二话不说 就捐了七千万 还参加了抗议对义工 一起打包口罩和抗议物资 为每个地区出一份力 但他面对自己的孩子 却穷养 有空就带着儿子 去农村插秧 体验农民的不义 平日里 亲自接孩子放学 回家就督促着儿子写作业 写完才能玩 哪怕郭晶晶来了 想看看小孙子 也只能等小孙子作业写完 这才有了那句 人好归人好 心却狠的话 而郭晶晶被霍旗刚宠成公主 并非是运气 一切皆有迹可循 十几岁的郭晶晶 倔强 偏执 心狠到对自己毫不留情 二十几岁的他 刚烈 勇猛 有着那个年纪独有的孤勇 仗剑走天涯 遇到霍旗刚的他 自信又骄傲 独立又有原则 所以他选择将自己的心房卸下 倔强 偏执 化作一股温柔 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柔 骨子里充满野心的女人 如此与众不同 又有谁能不爱他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